好,接下来介绍第二个疾病叫红斑性狼窗 它好发于青春期前后的女性 你会发现,刚刚讲的假装性是中年女性 现在讲的是青春期女性 那既然讲到前后性女性 只要是国内的女校 通常都一定有病患 因为就是你们这个年纪 从国中到高中会好发 就是所谓的红斑性狼窗 英文简称SLE 那讲讲它的一些病症 脸上会出现蝴蝶斑 红红的斑点叫蝴蝶斑 你要不要看照片 那其实它严重的不在脸上 严重是身体里面 它会广泛性的攻击多重器官 包含皮肤、肾脏、关节、肌肉等 主要是因为你细胞如果快速的分裂 它会更容易被攻击 主要是因为它攻击的对象是 细胞核内的DNA和蛋白质 你两个细胞没有DNA 两个细胞没有蛋白质 几乎都被攻击了 所以这是红斑性狼窗 它什么叫红斑性狼窗的蝴蝶斑呢 红斑性狼窗最重要的病症其实是蝴蝶斑 因为医生在看门诊的时候 不可能看到你内脏被攻击 先看脸 或许你出现这样的红斑 什么叫蝴蝶斑呢 从眼睛这边眼眶周围到脸颊 你不觉得这是蝴蝶吗 当然鼻子也会有 那就是蝴蝶啦 蝴蝶斑很像 所以如果你们做到这个疾病之后 你又认识你校内的同学们 它的这边会看起来比较红 你就可以关心一下 你有没有检查过这是什么原因 那个不是 那个是微血管比较密 它那个不是斑的 你只看那斑 本身表面不一定是光滑的 你那是微血管比较多 但微血管比较多有别的原因 就是酒喝多了一直在散热 等等 你们不知道还好 因为别怕以为我看到类似 我就问你怎么了 我是皮脂腺发炎 就是跟青春痘类似的那种 那是另外的皮脂腺发炎 又是另外的 可是皮脂腺发炎不是免疫疾病 皮脂发炎就是发炎而已 好这是蝴蝶斑 那以上这就是红胺心肠症 它的病情可以从非常轻微到 病患本身根本不知道 到严重到根本不可能来上学 因为这是致命的 如果全身都被攻击 你就要开始使用医治免疫的药 不然你的生命就不见了 所以SL1可以到很轻微 可以到很严重 我说的轻微是 也许你有你不知道 因为太轻微了嘛 那我们看看它的原文 它叫做SLE 所以它其实全名应该要叫 系统性的红斑性狼疮 因为它英文有个系统性 全身性的意思 可是为什么SL1的第二个L跟E L这个字叫Lupus 这个字是狼的意思 这个病干嘛要有狼 然后这个ERYTH开头是红色的意思 所以我们才翻译成红斑性狼疮 那为什么当年要Lupus这个字 来取它这个病的名字呢 听说是这样的 早期这个疾病被别人看到 你的脸上有蝴蝶般 好像被狼咬过 我看到这个说法 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也吓一下 被狼咬过 你是不是弄错 是狼还是色狼 因为说实话 我没有听 我没有看过被狼咬过的痕迹 老实说吧 我也没有什么看过狼 所以色狼都看过很多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叫红斑性狼疮 听说是因为看起来像被狼咬过的痕迹 所以有这样的名字 SLE 好 以上是红斑性狼疮 好 目前为止介绍了两个疾病 甲状腺炎 这个就是刚刚桥本市甲状腺炎 还有红斑性狼疮 女生比较好发 中年女性或青春型女性 但这跟性技术可能就有关系了 好 好